接下來方正老師講第一題 他說用1 2 3 4 5 6 六個數去排一個六位數 那數字不重複 問你說有幾種排法 那六位數它顯然有六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可以有幾個可以排 六個數嘛 所以六個數就可以 對不對 六個 那接下來呢 剩五個 因為數字不能重複 所以它用了 比如說用了三 排在第一個位置 那後面這個就不能用三 不能重複 就是少一個 再一個 少一個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答案就 其實就是六階層 就是把這個算一算 乘起來是多少 725 十二 那也能解決